美国的种族问题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而现在这把火也烧到了华人身上 最近在旧金山至少有五个地区都出现了 No more Chinese不要有更多中国人这样的涂鸦 让不少华人朋友感到非常不安 警方也很重视这样的状况 以种族事件展开调查 亮橙色的No more Chinese标语 就这么明晃晃的被写在旧金山波塔拉社区的围栏上 墙上甚至是公园的护栏上 一位在附近住了25年的怀疑居民表示 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种族歧视 而现在拍花涂鸦就写在家门口 让他觉得相当难过 拍花标语不止出现在波特拉社区 就在几周前达伯斯三角区的摄像头 拍到一个头戴帽子的男子 深夜闯到一位华裔科技企业家的门前 用马克比在车库门口写下对亚裔的侮辱性话语 这样的种族歧视行为造成许多居民的困扰 但也有民众表示完全不意外 不只华人被针对 最近white power白人至上的标语也出现在旧金山的街头 警方正对这一系列的种族事件展开调查 而排华标语已经被附近的居民动手改造 画掉诺子把涂鸦变成more chinese 或者干脆用一个爱心覆盖变成love more chinese 东森新闻唐梦为硬红文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